圖片的語法是什麼? 其實不難喔 你看一下喔 點一下 有看到這個的嗎? 有 image,對不對? src 是什麼? sauce 它來源 對不對 圖片的來源是有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 HTML是不是存文字 所以你看 檢視原子郎有看到它嗎? 所以只要是非文字以外的東西 都是靠什麼? 超連結 就了解為什麼它叫sauce了吧 因為 文字啦,表格 表格也算文字喔 圖片啊,動畫是不是文字? 不是嘛 所以它就只好透過什麼? 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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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告訴我 我的圖片是來自哪一個 檔案之下的 它的寬度多少? 高度多少? 我套用的樣式是哪一個? 有沒有 class的話就是我們套用的樣式 你看我們在這邊 我點到它 這裡有沒有一個類別? 類別中文翻得好 就是類別啊 class就類別啊 對不對 classic的古典的 典型的啊 好 那 所以說像這樣子 那麼 既然講到這個class 我們就順便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在這邊套用的時候 我是不是點到它就直接套用 套用樣式對不對 是不是到下面這邊直接套用樣式嘛 那麼你看一下喔 我點到它 你有發現它也是加一個class在p的標籤上 就是這樣 有沒有 有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套樣式是怎麼套 就是在它的標籤上 告訴它我是哪一個樣式 就這樣子 了解吧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萬一你覺得這樣還不清楚 還有兩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一個是從哪裡 你點到它 原則上它會顯示它的樣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也可以從這裡看到 有沒有 你有發現 標籤的後面有加樣式名稱 有沒有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裡看到說 我這個是套用什麼樣式 好 那還有一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正在 它會告訴你 你點到哪裡 它會告訴你 你現在屬性是哪一個 有沒有 屬性是哪一個 這樣了解嗎 那其實還有一個地方可以看 這裡 這樣會不會太多啊 看太多 其實能夠看的地方真的很多啦 就是說 標籤 你看我如果點到P 你有發現 這裡會變成P 有看到吧 如果我點到的是 圖片 有沒有 這裡變成圖片 其實有很多地方你可以看 那就看你 看你覺得說 平常你 用哪個地方比較習慣 就好了 不見得說 一定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這樣子 好 你了解了齁 可以啦齁 所以這個是 你知道說樣式怎麼套 那 樣式在套的時候 我剛剛 我們一般在套 我們都跟你強調說 你不要特別選起來對不對 就點到這個段落 它是不是就套進去了 那如果你真的 一定要像握的一樣 我就這兩個是關鍵字啊 我一定要不一樣顏色啊 那可不可以用 一樣是可以用的 好 一樣是可以用的 那怎麼辦 比如說假設春風 對不對 好 春風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可以來這邊把它選起來 再來套不一樣的 假設我套這一個 套進去 它有沒有真的變 但是要注意一下 語法不一樣 你看我把它mark起來 你對應一下上面的 有沒有發現這一段不一樣 有發現了嗎 前後會加一個叫什麼 span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span 有這個開頭 有沒有一個結尾 有沒有這個結尾 這樣表示什麼 表示說 這個地方 什麼叫span 你們查字典有沒有查過 什麼叫span 有看過拱橋嗎 有 拱橋的話會怎麼樣 可以看龍騰斷橋 有沒有 這樣 怎麼看過了 這樣 這樣叫做span 跨距 你如果查英文 查字典它 一般麻煩都跨距 也就是什麼 一個區間 一個區間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對於說 我現在選 我是把這兩個字選起來 所以它的範圍是這個區間而已 如果我沒有選 是不是套到整個段落 那你有選就是這個區間 所以它必須要加上這個標籤 讓它怎麼樣 知道說 這個區間 是要套用不同的樣式 所以套用樣式的方法 有沒有一樣 class等於 有沒有 我的樣式是哪一個樣式名稱 這樣了解了嗎 OK吧 所以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為什麼 比較不強調各位 你要用什麼 要用這樣選的 因為這樣容易 讓你誤以為 好像有套到p上面 其實沒有 好 所以如果你要套到整個段落上 你就點到它 就直接套就好 那你點到它 你有發現下面可以點到spend 這樣了解嗎 好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你以後就比較會套用了 幫我 谢谢大家